博主的年收入将近400多万 我公司也是愿意问你砸钱的 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一厂的GMB是在90 最高一厂是在200多万 那时候除了烂脸之外还得了抑郁症 前几天我刷到一个鼓角网红 分享自己做博主的年收入将近400多万 看到这条视频你有没有心动 于是乎就有很多账号开始分享自己如何做博主 呼吁大家做博主多么的好 今天我要反其道而行之 为大家揭秘博主圈的弊短 既然要跟你们揭秘 不透露点真料怎么能行 所以我就来跟你们分享 我签公司之后的真实经历 我经常收到一些私信问我说 想要做博主是不是必须要签MC公司 其实自己做跟签公司是一样的 因为你都在产出内容 唯一的区别是签了公司之后 公司会给到你一些相应的资源 比如说流量的扶持 还有后期摄像这些人力的配备 你这个主体要做的东西 就是拍视频输出内容 但天上不会掉馅儿饼 想要跟公司签约 让公司为你砸钱 给你包装 对你也是有要求的 第一 外貌 俊男 靓女 要不然就是长相特别有特点 第二 你的人设特别鲜明 比方说你特别幽默 张口就是段子 要不然就是留学生 有留学背景 或者从事美业相关的工作 设计师 摄影师 或者化妆师 再就是有过人的遗迹之长 第三 对互联网有专业度 也就是俗称的网感 三者当中取其一 那么公司也是愿意为你砸钱的 因为他们能在你身上看到 被挖掘的潜力 那么一旦你和公司达成协议之后 就会变成孵化博主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 作为孵化博主 你所有的金钱利益 公司一定是要拿大头的 这点我没有说不好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状 那么一条广告 假设它是三到五万块 那么你拿完之后 到手也就是三到五千 这个是大部分比较基层的小博主 他们的一个分成比例 那么一些百万博主 他们的分成也会相应的 有一个级别的提升 那每个人博主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在这里只是假设 假设 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括号 就是你跟公司的经济约 基本上都是五年起步的 在这五年当中 如果你因为某些意外情况 为公司带来了损失 比如说名誉上 经济上的 有可能是要面临赔偿的 最后VVIP的事情就是 你跟公司始终是一种淘汰制的关系 因为现在自媒体市场 已经极度饱和了 当你不再为公司创建利益的时候 就面临到适者生存 无适者将会被淘汰 说完签公司 我们再来聊一聊 做博主 内心上会承受哪些压力 如果了解你的 会知道你是个百万博主 但是谁又能够了解我的内心 因为你想要维持住自己 百万博主这么一个身份的话 首先你住的不能太寒酸 其次穿的不能太磕疹 还有就是经常会参加一些现场的活动 包括你平时在视频里面 营造出来这种精致的分类感 它都是需要一定的金钱去支撑住的 我经常收到一些淡宅的私信 跟我抱怨 对现在的工作状态不满意 要不要辞职之后去做全职博主 我就只问一个问题 你目前手头上的积蓄 足够支撑你三个月不入账的花销吗 就我身边很多朋友 头脑一热想做博主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三个月就是一个过渡周期 拿我自己举例子 我是从去年9月份到12月份 从北京到杭州去做二色直播 踏入了电商这个行业 很多看我视频的宝贝 应该都知道 也看过我直播 那么我做直播前一个月 一直是不起量的 就是每一场的销售额 GMV就在几千块钱 然后我是在第二个月的开头 开始迎来了一个 就是流量的红利期 我那个时候基本上 每一场的GMV是在90 最高一场是在200多万 直到12月份我身体不太好 然后就从杭州又回到北京了 后来我回头盘算了一下 我这三个月净收入 除去一些头斗加 费的流这些支出之外 剩下的利润 在乘以我的分成 到我的手里 我给你们看一下 三个月我赚了2万块钱 而且我是从9月份 所有的平台广告都暂停了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就没有再掐过饭了 就这2万块钱 是我这三个月的净收入 那么你这样子算下来 是不是和工薪基层比起来 我的收入更加不稳定 而且我还没有算 这三个月当中 我付出的时间精力 皮肤状态 还有我的心理状态 我那个时候除了烂脸之外 还得了抑郁症 我现在从北京搬来杭州 也不是为了电商 而是说我想换一个新的环境 换一个新的城市 调整好我的心态 然后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工作 就是 就这三个月 我其实面临了 哎呦 我又想哭了 就这三个月 我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如果你听到这里 对做博主这件事情 还是很蠢蠢欲动的话 那么我也要给你一个 忠心的建议 即使你对你目前的工作 生活的状态都不够满意 也不要裸词 去选择踏上自媒体这条路 我前面讲了 做博主的三大要素 如果你满足了这些条件的话 而且带着对自媒体事业的一腔热爱 你就算不签公司 不辞职 一开始也没有收入 你也会坚持的把你热爱的这项工作做好的 我只能说 Good luck 希望你能成功 好啦 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做博主的秘密 如果恰巧你正在经历这样的迷茫 那么这条视频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私信或者评论来问我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